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别拍了 别拍了 我忘了后退 别拍了 2024年3月13日 清晨7点午数分序 距离北京市中心 仅30多公里的 河北三河市燕郊镇 发生爆燃事故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事发现场 上午11点多 爆炸点所在的路口已经封闭 无法进入 警戒县外 围满了惊魂未定的附近居民 和文讯赶来 想要回家看看 我以后就会在那边 你去那边吧 你到那边看着 给我吓得穿雨就好像好 然后我说到底哪 还有一天黑暗 就到那边上来了 那不是什么 那边上的玻璃都炸毁了 那边上来了 把我都吓到 吓到我的闹闹里头 那个闹水都散了呀 半天我那个 我那个腿都站不起来 他们说过去看 我说我没有那个心情走了 我都害怕 我们胆子笑 从现场被拖出的被炸车辆 楼梯旁震碎的玻璃 沿江地标建筑文化大厦 掉落的广告牌 即便是无法进入爆炸现场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灾难的痕迹 空的 玻璃全干碎了 在这往那炒出 你看这刀边的玻璃 这对色的玻璃 你看那 比较炸的 你看这炸毫子大 你看这炸毫子都不放进的吧 我都不敢炸钱 这太危险了 那虎娘找着秋黑啊 这些魔物云 我都 跟建府的交通的车 那里都全停满 全炸碎了 就是一声俱响 到我们吓了一跳 我们以为是什么黑色 以为是气色爆炸的 一看这就开始冒烟知道吧 我们就像这边来了 一看 那就火就起来了 消防消防就全到了 也不知道咋回事 说是难气 这个爆炸是发生的时候 不到八点 正好孩子们前进学校了 还没事 这是个好事 知道吧 这个是六条 第六条 这所小学 几率爆炸点 直线距离仅300米 现场很多人都向我们提到 学生通常七点半左右 排队入校 万幸爆炸没有发生在学生入校前 小学门口 也是当地自发行程的日结工市场 每天早上四点多 这里就会聚集上百名工人 爆炸发生时 他们目睹了全过程 下着那小孩就不急来了 有那小孩从学校就跑出来了 那么老惨了 那时候那时候能过于 有人先从车上就都不飞出 把脸全洗了 全部洗了 你们当时离那个爆炸点有多远 我不是在这边 就这块了 咱们那我全都给炸到头上 炸到头上那么大了 这个有一米的脸炸坏了 等活的工人告诉我们 爆炸发生了两次 间隔70分钟左右 第二次较小 卫星地图上的这栋四层建筑 就是两次爆炸的地点 第一次爆炸 几乎在一瞬间 就把楼移为平地 爆炸发生时还不到八点 楼里的商铺都还没有开门 因此人流不会太多 但从卫星地图上 我们发现了这家名为 东宾的招待所 这里的住客怎么样 就在我们揪心之时 遇到了一个自称 昨晚就住在酒店的年轻人 人家就说那边爆炸 我说去哪 我说我又不去爆炸那 我就去那个大山寺那 他说就是那 当时我脑子一样汪汪的 我说我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包括衣服还是啥东西 啥情况 那么八点我见不去 我就一直给他打电话 一直打 打不通 别人说别打 故意出社 要不出社早就接电话 他叫郭俊瑞 28岁 他说自己原本在燕郊的 一处工厂打工 爆炸前一天 他因为工作太累辞职 3月13日凌晨12点半 他带着行李从工厂宿舍 搬到了东宾酒店 据他回忆 到达酒店时 前台还有人正在开房 就大概四五楼 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 反正好像还有一个是 看起来像工地干活的 刚开始上二楼 感觉里面 我今天不要有一个啥味 然后我就上三楼 我 换了房间 换了301还是302 老感觉好像不要有啥味 床鼻 说不上 然后我就把窗户关了 那个味道会是泄露的燃气吗 你觉得 不知道 说不上啥味 反正很刺鼻的 我还特意给老板说 我说啥味 老板说我也不知道啥味 就怪我 因啥味我也闻到了 能闻死了 我后六点的时候我就出去了 出事的时候 在楼道好像能闻到一点 走的时候我旁边好像有 一个人 两个人打呼 不知道是一个 还有几个打呼 反正还挺大的 呼呼呼 郭俊瑞说他平时有跑步的习惯 当天早上他跑了10公里 回来时大约7点半 本来准备直接回酒店 这时路上一个拎着东西的老阿姨 突然叫住了他 阿姨说别开了小伙子 就是你 你过来帮我抬抬抬押 我拿着奶和什么东西 有点太沉 你帮我送回家 我说你家在哪我给你送回去吧 就送到那小区 要不然的话 那回去的话是7点30几 快40 你折了就回去了 你等于就是提着这个东西给他送到家 对 送到家有多远 多长时间 最多不到10分钟吧 我旁边还有那几个年轻人 我说 为了他拼命找我 真是救了你 就是他当时要不找你 对 你可能就回去了 回去你跑到酒店 他没爆炸你就上楼了 对 我当时还纳闷 结果到那一天说爆炸 我说 多亏了老太太 爆炸当晚 官方公布事故造成7人死亡 27人受伤 但并未曝光更多遇难人员信息 酒店中是否有人员伤亡 我们也无从查证 这栋被炸的楼属于小杖克庄村 紧挨着村民居住的小区 这就是我们村开发的一个小区 一共是十七八栋 十七八栋 十七八栋 住的都是老人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老人 那一栋 沿郊被称为税城 据统计 不少于10万在北京工作的人 住在这里 与那些为北京人建起的商品房不同 建于1996年的小杖克庄东区 住户以当地村民 和莱烟郊定居的外地人为主 距离爆炸现场仅几十米的一号楼 受损严重 爆炸发生后 居民全部转移到楼下 我们跟随一位文讯赶回家的住户 回家取东西 您看我这几个卧室 后边 前边 全都没了 没法住了 您看我这门 就是今天这股气流 这是洗手间的窗户 已经完全崩出来了 这门也掉了 我们的树口杆子都跑大门去了 你能多大劲 看这个地下的玻璃 完了 我们这个房子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没有一室的窗户 是在那个窗户槽那儿了 全出来了 没法来 这名住户姓田 爆炸发生时 他已外出工作 家中只有双双 利患癌症的80多岁的父母 爆炸发生的瞬间 田父恰巧站在客厅里 转身时 被爆炸冲击波震飞的窗框和玻璃 拍倒在地上 当时这个窗子 这是从外边崩进来的 我父亲就站在这位置 这个窗子整个拍在我父亲后背上了 把我父亲拍到这个地面上 手喇破了 脚喇破了 你看这血迹还有 哪个血迹 对 这个一直是我邻居 我邻居背到楼下 这都是我爸他留下的血迹 这是得是拍后背上了 我不知道 如果说我爸面对这玻璃 拍在脸上 或者怎么着的 这矿脑勺着地 不定咋样的 爆炸后 田父被邻居送往医院 索性伤势不重 田先生接到消息后 匆忙赶了回来 这是我母亲平时走道 推的小车 否则他站不稳 推脚不好 对 如果说 如果我现在不敢想 如果我母亲要是站在这个封口上 绝对给帮一跟走 哦 明白了 那现在这样 您父亲现在住院去了 那您母亲呢 我母亲我安排在那个 别人房子里面了 对 不能在这住了 对啊 这房子没法住了 现在下一步怎么办 那听着母子吧 我们现在 我们个人有啥办法啊 因房屋受损严重 一号楼的居民 纷纷被疏散至马路边等待 得知受损程度相对较轻的二号楼 仍有零星居民尚未离开 下午三点多 我们来到二号楼 探访这里的居民们 经历爆炸后的生活状况 您能带我们到家里边去看一眼吗 可以 这边住的东西什么人 都是老人 五六十六七十岁的 爆炸发生时 38岁的许安正在北京工作 上午11点 她接到父亲的电话 得知家里被爆炸波及 别火速驱车从北京返回家中 这边是更严重的 窗框也不掉了 屋里的这个推拉门 可听推拉门也坏了 这崩的这个五六米远 后边也坏了 许安是地道的燕郊人 家中有两个孩子 为了养家糊口 她也加入了北漂大军 平日里她在北京大兴做工程 七十多岁的父母 负责帮助夫妻俩接送孩子上学 爆炸发生的前一天 母亲因病住院 家中仅有父亲一人 我这边的屋都归着完了 我正好归着北边的屋 啵 牙子就拨了 一样就走路到那儿去了 如果是我跟这屋的话 这牙子一样就起了 那啥子就能那边去 我说怎么了 我一说好 那儿都是拨了 哪儿哪边碎了 我说怎么回事地震了 结果我爬这个阳台窗位 我说这一号楼全碎 可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下楼一瞅 南边那儿冒烟 屋找我冒烟 这好些小房车来了 我刚出去说南边发生爆炸了 我发现我没跟这屋里 我跟这屋里的家 这拨了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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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查你脑子上 查脸上也够呛 也不忘了出去 外边进来 也不忘了进来 全都这 几百多公里屋也是警察 这边也是警察 全不忘了 都拉成馅儿了 确实走到跟前很危险 我听说还爆炸了两回是吧 第二回又爆炸也不明白 下午四点多 两名自称救援现场工作人员的人 打断了我们的采访 并进行劝离 别拍了 别拍了 往后退 别拍了 但并未采取强制措施 而一直在救援现场报道的 央视记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公安的力量也正在介入 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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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 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发酵后 中国记协就此事发表题为 正当采访是记者权利的文章 次日 廊坊三河市燕郊爆然事故处置指挥部 也发文致歉 这一插曲 更加激发了公众对事故原因的好奇 13日下午5点 我们尝试不带摄影机 进入爆炸现场核心区 用手机拍下了这一 这就够了 这块是没有爆炸现 这已经7%多了 7%多了 7%多了 等于建议的土壤 现在你们全看嘛 那我们那边去找个变 那就是量级的变化 你要是开挖什么 有什么有风险 那现在肯定不能勾计什么 不能开挖 现在只能从那个变 开始拿铁锹 一点点人 一点点把铁锹把这些铁锹 三个半盘就是 第一找氮气 第二找更精确的压降仪 压力表 拿氮气来定 把煤气从这儿能定 因为这里面现在所有煤气 都在里面上 二百五一网到充满了一台 能充满燃气了 从现场工作人员的交谈中 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出 爆炸事故 为地下燃气管道泄漏导致 此后 事故调查专家组组长刘富来 也在接受采访时 确认了这点 但导致泄漏的原因 还在调查 但对此 小壮壮的村民们 有着他们的猜测 是那个地铁施工 他们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 就是每天噪音特别大 我们的楼 都快让他们给震塌了 每天就把我们影响的 都不行不行了 我们真是没办法 为什么这个地铁 这个出风口 非得见到我们的楼前面 是不是 夜里十点快了 九点四十九 改天上不上班不管你 反正夜里肯定是不让你睡觉 这就是地铁 22号线施工现场上 我们维权这么长时间 那哪都不管 给我们造成现在 不就是楼现在快塌了吗 你看看啊 这可是承重的地方 看看 这裂的这口子 看看 看看多小 天 十公分 看看 十公分 地铁的出风口 不休在这儿 不可能出现今天的问题 就他们满打挖到处挖 把这管道挖漏了 这泄漏了 才今天才引起今天的爆炸 2023年11月 地铁22号线 在距离小庄庄东区1号楼 十几米左右的位置施工 小区居民们多次表达担忧和不满 这次爆炸也将这一矛盾升级 但地铁相关负责人接受吉木新闻采访时明确表示 爆燃以地铁施工无关 最终泄漏原因还需等待专家调查 此次爆燃是烟焦过去三年发生的第三起燃气爆炸事故 2022年5月16日 烟焦行工东街道23小区15号楼 一户住户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现场两人受伤 同年6月 烟焦镇浮城上街抵伤 发生液化气罐爆炸 共造成22人伤亡 其中两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爆炸当日 泰达燃气发布公告 烟焦共有50个小区和单位 从3月13日开始停气 小张国庄东区也是停气小区之一 当天下午 街道人员告知居民 管道里可能有残存燃气 安全起见 希望二号楼的居民也能离开楼梯 但在单元楼里 我们还是见到了几户不愿离开的老人 前楼还拉走十几个 四点钟钟我就上班了 我要是如果不上班的话 我肯定我也得受伤 睡觉啊 那脸就得得 床上全是玻璃厂子 得扎你 我四点钟我就走了 我家床单是在我儿子 包包就冷了 连床单都冷了 从那个阳台那个冲击波 一直震到那边是不是 那边就碎了 然后从那边不就震到 震到这儿了 那边就碎了 从阳台一直震到这边 对 从阳台一直震到这边 这边这两个锅里 都碎了 好像就抽完完了这个 就里头那锅里 都崩到这个 你踩这个位置了 这得有个六七米 差不多 差不多啊 六七米 这威力挺大 第一时间你觉得这是出什么事了 当时有没有什么 当时就以为地震了 他以为是地震了 他以为是地震了 没行就包了 把我们家老头拿着裤子衣服 上外穿着 我还跑了 本身上不来气啊 哎呀妈呀 我上班再给我打电话 快点回来 就上气不接下气 哎呀妈呀 我说这是咋的呢 我现在赶紧的 我就请假回去了 您今年是多大了 我六十三 六十三 周岁 老爷子是多大了 七十 现在都是不知道要怎么办 但是您晚上也没打算 说是去找个酒店之类的 不对了 他老西养他老咖的 不行 主要是考虑到老人的那个 是 没法整 比如说现在即便给安排了那个住所 也不方便搬过去 对 我现在家里边都是放着羊群 然后药也都不够 我老伴血压高 而且药现在不方便 下楼都费劲 新做的手术 那他这还没办法马上到那个 就是安置的地点去 现在的话 还很发愁 但占时间长还占不了 现在 那要不咱扶着先出来 就这边如果还有危险的话 看看情况再说吧 老伴今年多大了 六十八 六十八 您是有七十了 嗯 差不多 三月十三日晚 在政府部门的安排下 小张和庄村部分群众 被安置在距离小区 两公里外的酒店暂住 虽然住宿问题暂时得以解决 但他们仍在担心 生活该如何继续 我小孙女儿八岁 刚八岁上二年级 然后小孙子刚两岁半 我一个人带 赫尔班都是我一个人带 因为儿子媳妇都上班 你像在这儿住的话 我接送孩子我怎么弄啊 我没法弄 我真的没法弄 小孙子太小啊 我平时我都推着车子 推着孙子去送孙女儿 接送孙女儿 现在我这么老远 我推 我得推多长时间到那儿啊 今天我就接孙女儿回来 然后走的 小孙女儿跟我说 奶奶我腿都碎了 我腿都碎了 因为那儿也拦着 那儿拦着 哪儿都过不去嘛 太困难了 就是有点 其实我平时挺胸抬头的 今天我都 我自己我都觉得 都直不起来了 有家属能回 你说我这两孩子来了 在四楼 这两孩子来了 太难太难了 然后说法 一号 我八十八岁老妈 又给我班了 我怎么弄 我爸我妈也弄这儿了 我妈八十八了 我还有八十六岁的婆婆 我们家就是 我们俩退休这点工资 姑娘还得带她这个孩子 姑娘自己单身 带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由我 我给带 反正是压力是挺大 是 就是以后房子怎么怎么弄还不知道呢 目前我们这个地区的均价 不分楼层的均价大概在一万六七这个样子吧 单价一平米 所以我们这个楼 现在您就贬值一半 现在说出售 又有谁会接盘呢 虽然现在我这房子最初也是带款买了 然后带款 还清了 还清了 结果爆炸了 房子歪了 因为身体不变 许安的父亲和楼里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年 仍然选择住房子 就在脱碎的房子中 是吗 也得断了 上午就断了 好 我妈做了饭 不得洗一下 这跑哪儿买的这饭了 在我们家附近那边 离这儿有多远 有一公里 一公里左右的位置 那边不受影响 家里也没气 研究应该大范围断气 哦 他给说哪儿了吗 来了几个 那是城管还是警察 我说统计损失 到这儿我给他拿了纸子里 刚统计完 刚统计意见 然后又来了信 说不统计了 先解决住宿和吃的问题 我问咱们去不去 我问爸爸说不去 所以就在家里先凑合着 那屋先封着 那儿能测过几天 这可能呗 这时候大时 挪挪也接受不了 到咱们家去 爸也不去 就是怕下雨 现在万一要下雨 刮大风 那谁也接受不了 那往里 上雨 大风的 这屋里就没法待 那得降温了 而且现在很暖 还得冷一个月 嗯 但是我看这超后 也不可能那么快给你装 快不了 那还得从长期一样 这事看最快也得 半个月 一个月才能解决 嗯 我估计是吧 希望政府尽快呗 这些老小时住的 都是岁数大的人 要年轻人的话 自己出去就解决了 搬出去 或者是找个地儿先租房 岁数大人 他不能够活啊 全都缠导 那边不够活了 里面这边也不够活了 在这边是很 creativity 还不能够活了 它们给我弹 去山地部 没有呢 不敢活呀 看我这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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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健康 那ところ 这个一号楼可能真的都出发了 我们看一号楼登前飞了 我们一下干嘛 人都走了 他们那个楼的人 就因为他们那个事 已经研究很久了